一带一路十年 我们沿着古丝绸之路走到了喀什 如今的喀什 五口通八国 一路连欧亚 依然发挥着连接中亚各国的枢纽作用 喀什古城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商品 汇聚了中亚各国的历史文化 独特的气质让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咖啡店 我的名字是Hadea 我从 Tanzania 在2022年 那是为了结婚 与Dilchats 我们开始了这个咖啡店 在Kashgarguchan 现在我们生活了我们的梦 它非常有趣 每天都像你生活在一个故事 因为我们的隔壁也像是Bainian Lautchaguan 有时常有美丽的音乐 它是非常有色彩的 它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的咖啡店是从Africa 可能在未来的肯定 我们在增长的肯定 然后他们转租到这里 然后 Kashgar人和 Xinjiang人们可以吃我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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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是回到 Xinjiang 我的孙子有一个家庭 让他能看到他的家庭 这里是由你来自出的 这里是由你来自出的 这里是我的家庭 这是我的新家庭 所以这里是我的家庭 我希望建议和增加更大 他们的咖啡豆是老板娘迪亚 从家乡坦桑尼亚带来的 他们的牛奶是喀什本地新奶 他们的每一杯咖啡 都是贸易往来最好的见证